《艾松俠比亚电视台》在星期四发布的视频显示 TPLF 组织的叛军在阿姆哈拉地区的两个城镇右行 哥伦比亚马拉马镇今周大雨后发生生体滑波 造成大约14人死亡至少6人失踪 一艘德国救援船在地中可以救起800多名移民后正在等待进入港口上岸 秘鲁人对政府决定在首都尼米及周边地区 部主军队帮助警方打击犯罪表示不安 当局说犯罪活动情上升趋势 印度总理莫迪星期四和巴基斯坦福建境附近的士兵 一起庆祝印度教节日排登节